HELLO 大家好,我們是ANGEL 和ANDY 今集我們是講定居證的 之前我們都有一條片是講我去申請定居證 距離現在都差不多有半年有多,是不是? 在時間上 超過半年 其實這半年中間都有一些觀眾發訊息 問過我關於定居證的事情 再加上最近我收到移民署寄給我一封信 通知了我一個消息 所以不如就拍段片和大家講一下 我現在申請定居證的情況是怎樣 講回一點點之前 我就是今年年初去申請定居證的 申請完之後就等了 之後就等了差不多有四個多月的時間 就有一天就收到移民署家房隊就打電話給我 就上來家做家房的 我記得當天我們兩個是剛剛出去賣完送回家 一陣子就收到 是啊 他真的是臨話到之前10分鐘 不是 他跟我說 他說我5分鐘就會在你樓下的了 你現在是不是在家 所以當天我們真的時間剛剛好 剛剛好 家裡有人 還有我在想如果他來的時候 如果我們剛好出了街 沒有人的 那他又怎樣 又失去了一天 因為你5分鐘 因為他本身有另一隻call可能在複吉 否則如果他山場水遠入到來 其實沒有門釘 可能在電話裡再約時間 那家房當天就有兩個職員上來的 就一男一女 那來到其實家房的內容 都是問問我們兩個在台灣生活的情況 工作的情況 還有說什麼時候來到台灣 那這些的事情 很casual的問題 是啊 其實兩位職員都很nice的 大家當時的狀況 好像聊天一樣 是啊 還有都拍了幾張照 拍下我們家房 洗手間 廁所 真的是洗手間 還有廚房 那大概整個 要你打開衣櫃給他看 是啊 漏了就打開衣櫃給他拍照 那整個家房的過程 其實15分鐘都完結的了 差不多了 很短的 那家房完之後呢 我們又繼續等了 那就是直至到最近 都等了兩個多月的 最近 上兩個星期而已 是啊 就收到移民署 就寄給我一封信 通知我一個消息的 那封信的樣子 那我不放上來了 Andy 可以讀一下 因為其實就很短的 都是幾行 可以讀給大家 不順著讀 每句的意思就是說 收到我們的定居申請 那就 叫我們呢 保置113年 某一個月份的 依親情形 及在台營生計劃 然後呢 就收到之後呢 就後續那個審核 就留下聯絡人的電話 即是我們那個承辦 叫哪位先生 或者小姐 或者是她的電話是多少 嗯 那當時我們收到信看了啦 照我們對封信裡面 內容的理解呢 字眼上的理解 是啊 應該就是想我們寫未來 是啊 至到去明年的年終 明年她在信上面指定那個月份 是啊 的計劃嘛 是啊 即是一些未發生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發生了就不是叫計劃啦 就是叫做 評估啊 或者回顧記錄啊 是啊 所以我們又會覺得 她想知道我們未來 台灣有些什麼計劃會是怎樣 嗯 於是我們那天收了一封信 那天就開夜車 就打算盡快交了它 為什麼我們會說開夜車呢 因為我們那天是吃完晚飯 才開信上 才看到這一封信 那天是打算吃完飯 下去倒垃圾 那倒垃圾經過信箱就收信了 是不是原來是倒垃圾 我以為是吃完飯 嗯 再加上其實本來我們打算 另一天呢 都去移民處 申請我那個居郵政延期 那我們就想 那不如快快手寫了這個計劃書 那我們第二天可以直接交給它 因為老實說 這個所謂的營生計劃 就算我們看香港人移民台灣的群組 是 都知道要寫這份東西 是 所以其實要寫這份東西的準備 其實一早已經在腦裡 都知道要打些什麼下去 這樣 差點是真的打到電腦裡 再編出來的 是 所以那天晚上就開夜車 做了一份功課 立即完成它 是 那星期五那天去申請延期的時候 就打算加上它 是 因為它叫我們交的地址 正正就是我們去申請延期的移民處的地址 就是交了它 我們那天交了一份功課之後 都等了三四人到 然後再打電話去信件上面那個承辦 去問到底收不收到 因為是廢時期實 誰知道呢 他聽到我這樣問他 其實他有點惡言 我聽他的語氣 就是說 咦 為什麼你這麼早交的 我叫你 下年那個月份才交的 這樣 一來那封信其實沒有說 你什麼時候 之前要交的 那我說 咦 現在不是交嗎 因為計劃嘛 計劃 我要預先寫給你 一些叫做什麼 指示的事情 他說 不是啊 你下年一一三年 總之他信件上面 寫著那個月份你才交 這樣 原來 他的意思是 要我下年才交 那我知道呢 這封信 他要求我明年才交那個 營生計劃之後 那其實我感覺都 不是說很惡言 或者很驚訝的 因為都明白的 現在那個浸批時間是長了 和嚴格了的 加上我最近又延期了居留症 其實對於我,醫生移民 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繼續在台灣生活 都是繼續生活,不是,本身居住 因為本身我們都是會在台灣生活的 其實都不是那麼大的影響 對於我們 今次講我申請定居證的情況 就到這裡了 即是代表我接下來這一年來 應該就沒有其他任何的東西可以更新給大家 應該是,移民處都不會有什麼要求 應該就是了,看信的內容 在這條影片完之前 有一點點花絮想給大家看一下,Andy 嗯,沒錯 因為之前有個朋友介紹我 張化有個地方賣那些麻糬 很出名的 那天終於想吃 自己去買,拍一些那裡的片段 因為我覺得那裡挺有趣的 在廟裡的 嗯,是嗎? 找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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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個路口 停下來 好,找個入口,看看在哪裏 拜圓滑樹 已經 Ohhh! 這次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啦 下次再跟大家聊啦 拜拜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